兩個紗的端帶 然後剛才那個咖啡色的鐵絲 細細的咖啡色的鐵絲 那我們這個機罐怎麼做 它是由兩片像摺扇子的方式去做的 那我先摺第一片讓你們看一下 它這個寬度你就大概 一樣是一個小拇指的厚度或實質的厚度 像摺紫扇一樣 然後這個鐵絲不用綁在正中間 綁在正中間會比較呆板 我們把它綁在偏三分之一的位置 然後待會要把它稍微拉開 你們先看一下第一組 下面鐵絲的長度留兩截小拇指的寬度就好了 這樣子之後把它打開 然後寬的這一邊稍微再拉一下下 讓它不對稱 因為機罐不是完全對稱 它是有一邊低一邊高的感覺 要像這樣子 等一下這樣做好之後再做一組兩組